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豆腐脑 我这个豆腐脑特别简单,不用泡豆子磨豆子,非常方便 屏幕上这些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材料 只要在超市里买一罐比较浓的豆浆就行了 最好不要带糖和带其他配料的 这是葡萄糖酸内置,做豆腐脑少了这个就不行 一盒里面有24包,每包3克,绝大部分华人超市都有卖的 你不一定要买这个牌子的,什么牌子都可以 把一袋葡萄糖酸内置加在一个大碗里 加入半汤勺80度左右的热水搅拌,使之溶解 我试过了,这个凉水基本上是不会溶解的,非常困难 用凉杯凉出来1200毫升的豆浆,尽量凉得准一点 如果豆浆加少了,做出来的豆腐脑会比较硬一点,但是会有酸味 把豆浆加热到80摄氏度左右 然后趁热冲入准备好的葡萄糖酸内置里 用一个小网把表面的浮沫捞出来 记住这个时候不要搅拌豆浆 你可以看到表面已经有一些开始凝固了 用一个大容器加入摄氏80度的热水 把层子豆浆的容器放在里面 加盖保温,静置25-30分钟 豆腐脑可以吃甜的也可以吃咸的 今天我们来做咸的,在等待的时间里 我们来做一个咸味的卤汁 泡好的黑木耳洗干净后,我们把这些根部去掉 然后把它们切成小块 泡好洗干净的黄花菜去掉梗子 切成1寸左右的长短 泡好洗净的香菇也都切成小条 然后把它们一起放在锅里加入鸡汤 现在我们加生抽,加老抽,再加盐 加盖,大火烧开以后小火炖煮10分钟左右 使的味道都出来 尝一下咸淡 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一下味道 现在我们转中火,一点一点的往汤里头加调好的淀粉水 来勾芡,一直到自己满意的浓稠度 现在来看看我们的豆腐脑 哇哦,用勺子轻轻的压压看,非常有弹性 我们挖起一勺来看看 这个厚薄度刚刚好 你看做得太漂亮了 轻轻的挖一勺装在碗里 一看就是非常嫩,非常滑爽 浇上刚才做好的卤汁 按自己的喜好加上点葱花,虾皮,榨菜丁,香菜末 再加一点香香的辣椒油 挖起一勺来看看 有着浓浓豆香味的豆腐脑就做好了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